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等下留言之后干嘛呢 你结束之后 留言结束之后啊 你是不是拿那个那个贴话一直不提 然后你问你冷不冷 我这里一冷 是不是你 不是你 我就搞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在干嘛呀 他们我冷不冷 我说我这里了 我真的无语了 我不是跟你说没有贴话吗 你为什么自己想了很多呀 昨天就那一下子被缓过来 不是我走之后 你是不是还在跟那个正人 你们俩是不是在谈谈呀 对我跟正人在谈谈 聊了会儿我的事 聊了会儿他的事情 你们俩一个笔 你丑你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昨天直接一大一猫出了 哈哈 就是我不知道他丑什么 反正他他是丑的这个点跟我丑的点是不一样的 他丑什么呀 他是那种难抉择的人 但是他又他又觉得是 讲讲清楚会比较好 嗯对 你丑什么呢 你我瞅你 你我无语了 你在那边明知故问 我不说 你再说 我不说 你在那边明知故问 你在那边还我瞅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高老师 我不说话了 好多渣染的东西 你说我们这样走在大街上会不会就是很突兀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挺突兀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挺突兀的 就穿着这个 体验民族文化怎么了 你会什么乐器吗 我会钢琴 但只会弹一下一闪小星星 之前小时候的时候学吉他 我当时是觉得很帅 然后就学了 但是学了半途而废 其实没有学会 然后后来我就下定决心学了 然后我就天天练练那个吉他 练他的和弦执法 我也没觉得你现在弹得有多顺畅 所以说我是那种吗 就是一个星期那种 就是再速成一下是不是 对速成 你想不想学 想学隔楼教你 你不想 我还可以 你要能教的会就行 你这个脑子 我脑子蛮聪明的 你这个脑子 我脑子蛮聪明的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这是什么 新疆那边 哈萨克族 他们的春节叫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 对 像我的室友 哈萨克族吗 寒假就不回家 那他暑假必须回家 因为古尔邦节在暑假 哦 对那像藏族最隆重的节日是什么 嗯就是藏力新年 藏力新年 藏族也有自己的一个 日历叫藏力 啊 就像是农历英历一样 然后就 每一年可能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庆祝新年早晚 而且他跟 他跟汉族的那个农历新年 其实时间差的不多 可能前后会差一个月左右 就也是冬天的时候 过这个藏力新年 所以更早一点吗 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更晚 像今年其实是更晚 嗯 所以我其实 相当于是可以过两次新年 那很好哎 嗯 然后藏力新年的话 藏族人其实还是蛮隆重的 会去庆祝 比如说在藏力新年 他们会骑着马 到那种神山上去插彩旗 会求一个好兆头 那基本是干这些事的是男生 嗯 其实都可以 你如果会骑马 毕竟愿意去插彩旗就可以去 但一般都是男生比较多 他比较想去玩这种 那你之前就除了那一天骑马 嗯 你之前有骑过马 我有骑过马 其实我爷爷家就有很多马 我自己有羊马 而且他们 这么酷 就跟藏族人对马的感情很深厚 嗯 他把它当成坐鸡 但是他不会去吃它 这有点像是 比如说 每一个人他都很爱惜自己的车 嗯 对对对 尤其是有些人他们可能 车假如发生一点小刮小蹭 他们就很心疼啊 对对对对 对吧 确实是有共同之处的 嗯 有没有日常的来我教你这就咱们日常的啊 嗯 吃饭嗯 你吃饭有 MIT 票一外 老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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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跟他说拉皮肚子 他说母肚母肚就不喝 不喝那喝呢肚 肚肚肚 哈哈哈这是英文吧肚 举一反三 这个诚语呢 有点 肚子 拉皮肚 肚肚肚肚肚 哈哈哈哈 可以啊你你也是有天赋的 哈哈哈 可以可以我们就就就就这几个 对尽量记住 是尽量记住对 我在网上刷到过梦里一拍照的那种路透 就是不要以为梦里一张照片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拍出来的 嗯 那当时就是阵仗还挺大的 那个是真的拍TVC了 那是拍广告 那你日常出去跟朋友玩的话 我不会让朋友拍照的 因为我怕我发飙 哈哈哈 那你让谁拍啊 自拍居多 就是如果我跟朋友出去玩的话 就不拍照 不拍了 对 就是顶多就是 啊我们就记录一下景色什么的 嗯 为了你们的友情就不让朋友拍照了 对维护好一下友情 我跟朋友出去玩 非常喜欢给朋友拍照 给给别人拍 就是我自己不会拍 也不会让朋友帮我拍 但是我会一直帮朋友拍 那很好啊 嗯啊对 带我出去相当于带了一阵子 所以你给朋友拍有自己的技巧吗 抓牌 抓牌就灵动的那种 对 我不会刻意让朋友摆拍一些什么的 去大自然去户外拍 我不喜欢捧拍 就他们在笑 他们在吃东西使用那种 对对对对 生动的那种 嗯 我为了说 啦 你有没有尽量的 还是感求 他是喝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